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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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SIMPAIT的YouTube系列 五极限 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电子付款 上个星期 我们跟爱玲大姐一起去 用PLA付款 那这个星期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 如何设置我们的PLA 如果上个星期 你看了那个影片 那个短片 你觉得你想要跟爱玲大姐一样 用PLA来付款的话 你觉得你很想学的话呢 那这个星期呢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做这个设置 那我们在讲 那个细节之前呢 我想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那个PLA可以做什么呢 那PLA可以做很多东西 其中四大样可以做的 就是你可以拿PLA来付款 就是扫描那个QR码 然后来付款 因为它像是一个电子钱包 那第二呢 你可以就是用PLA来要求你的朋友 还你钱 就是好像可能你们一起去吃饭嘛 那你先帮大家先付钱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要付你多少 也不知道那个数额 对吗 那个金额 那你可以就是用这个PLA来告诉大家 大家要还多少钱 那你也是可以 如果是别人先付账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PLA来先 就是来付那个人 你的午餐的钱 就是你们要分账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付他钱 然后呢 那你也是可以就是直接 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电子钱包嘛 但是你也是可以直接就是扣出你银行的那个Bank Account 不需要一直透过钱包 或者你就是透过那个银行 就是放钱在你这个电子钱包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会就是会做的三个步骤 对 步骤一呢就是我们会下载学习下载PLA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谈到那个设置如何设置 然后设置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好 那我们开始第一步骤 第一步骤就是下载 那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的话呢 iPhone的话 那你就去找一下你的App Store 如果你是用安卓手机的话 那你就去找你的Google Play Store 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那我是用那个安卓手机嘛 那我就点击我的那个Play Store 然后我就在Play Store的最上面的那个部分 用手指点一下 然后就打PLA 就是P-A-Y-L-E-H 这样子 然后就去找 然后就出现了 那我就按青色的按钮install 或者安装下载 然后等一下 然后等一下 好了之后呢 就会出现在我手机的那个桌面了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设置 那设置呢 我就点一下那个应用程序 PLA的应用程序 然后就会打开 那这边呢 那我是第一次登记嘛 那我就按这个register 第一次设置 对 那这边有 其实有四个选项啦 这边你看得到 只是三个 那我就解释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DBS POSB的那个电子银行的用户者 就是你已经有电子银行的户口了 那你就选第一个 那如果你不是DBS 或者POSB的那个用户者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bank account with DBS 跟POSB 那你就选第二个选项 就是你用SyncPass来做一个登记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想帮18岁以下的孩子 申请这个PLA的话呢 那你才选那一个 然后第四个选项就是按more option more option就是说 你就是在POSB跟DBS有那个银行账户的话 只是你没有那个电子账户 那你就需要申请 就按那个按钮 那你你按了那个 你就跟着那个步骤啊 这样子走啦 就是他跟你要求什么 就填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在这当中 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呢 可以去银行请他们帮忙一下 对 那现在我要点第一个 那个DBS POSB Digibank 然后呢 这边我就放我的那个 User ID还有你的密码 然后就会等那个OTP进来 再把它输入 要等一下 然后按summit 然后按summit 然后这里呢 他就会要求我放我新的那个密码 对那我就可以输入我PLA新的密码 然后如果你是想用那个biometric 就是用你的脸或者你的那个手指印登入的话 你可以选下面那个选项 然后按login 那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成功了 那第三步骤呢 就是使用 那在使用之前呢 一定那个钱包要有钱啊 你看我的钱包这边是零蛋 没有钱 那我要先放钱进去 我就按那个manage 然后这边有很多选项 可以top up 就是价钱啊 transfer to account 就是把钱放在另外一个 转到你的那个银行户口 manage wallet 就是你的那个钱包做什么设置 然后manage card 那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加钱进我的钱包 所以我就选top up 我点一下 然后这边他就说 你top up的金额要多少 你要放多少钱进去 那我就可能放10块钱 那这边我也是可以放autodebit啦 就是说如果那个钱包不够金额 可以直接call我的银行 那你要的话你可以就是打开 就是它变蓝色 就按下面那个按钮 然后你看10块钱就进来我的那个佩拉的电子钱包了 那现在我就可以开始拿那个10块钱来买东西 那现在我们试试看用佩拉来扫描QR码付费 那第一步中呢我先按那个scan 然后他就说可以叫我试试看 我就按ok 然后我就allow 一定要allow 然后我就扫描那个QR码 然后他就我要先确认一下 我是不是还对的那个商店 他的名字在哪里确认一下 然后我再输入我的金额 要还他多少钱3块钱 然后我就按ok 按那个go 然后按next 然后在之前我要先检查那个金额先确认是对的 然后才按let's go 那红色的按钮在下面的 然后就会把钱转到他那里了 然后就可以按back to home 那这边呢呃还有那个佩拉还有很多功能 我就大概讲一下 那第一个功能我就想讲的是那个history 那个付费的那个历史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转过多少钱给谁 也是可以确认一下刚才有没有转对钱 嗯呃你用过的那些记录都会在那里 那多一个呢就是你可以 好像你跟朋友一起去吃饭嘛 你可以还你朋友钱 可是你朋友先帮你付费了 你就还他钱 就按try now 然后你可以输入那个金额还给谁 然后可以留言 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上面那个按钮那个pa 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request 上面那个request 就是呃跟朋友要求付你钱 对你就可以输入金额也是你要跟谁要求付你钱 然后还有多一个是qrcode myqrcode就是你人家可以扫描你的qr码来付你钱 对那这个就是那个你自己的qr码 对其实他还有很多的功能啦 还有很多那些按钮啦 那些商家有一些折扣什么的 你可以就是试试看点击进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刚才都已经谈了很多咯 就做一下总结 那刚才我们谈到如何去下载 如何去设置 然后如何使用 那呃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呢 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请给我们一个赞 然后如果你就是想呃如果下次我们有别的影片啦 呃就是关于电子付款的或者IT类型的影片 那呃请按那个订阅订阅是免费的 那你一按订阅之后呢就是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被通知 那也记得如果你呃觉得这个影片对很多你的朋友 这些有帮助的话呢也就是分享给大家可以帮助更多人 那好呃谢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好 好 这个 这个 你有 呃 他的 你的 官